今天重大訊息一起來看看 這是民意代表踢爆的 請問一下黑心企業是誰 是政府耶 怎麼說政府機關 如果他們使用派遣工的話 就擁有上萬人 怎麼說農委會點名是第一名的 將近3000人的派遣工 老委會也被點名 將近2000多人的派遣工 為什麼要使用大量的派遣工呢 就是因為薪資比較便宜嘛 比如說正常的員工 月薪大概是33000到35000 但是派遣工很抱歉 一個月的月薪只有23000 但現在呢 政府裡面有很多的派遣工資歷 已經超過10年了 到底是不是假派遣真雇用呢 國防部也被批評 竟然是拆飛彈 換飛彈耶 這樣的危險工作 也是派遣工去做的 敲電腦翻文件 職訊局員工真不少 不過不說你可能不知道 原來這些人很多不是公務員 而是派遣工 決策隧道消防找派遣 然後提整個銷毀 稽查工作找派遣 還有外勞審核實驗認定 竟然也是派遣工 派遣勞工比正職員工的人數還要多 顯見整個醫務面跟 是所有的工作層面非常的不合理 經委調查發現中央機關竟然成了派遣工大戶 連該保障勞工權益的勞委會都容登前三名 勞委會的派遣員工竟然比正職公務員多 遭到質疑根本是假派遣 真雇用 降低這個勞動成本 他跟外勞的這樣的一個邏輯是一樣的 不是他的雇主 是要派單位 呼之起來 這個這個揮之幾去 怎麼政府變成勞團口中的黑心企業 敏感話題 勞委會推托其詞 沒人想回應 根據監察院資料 農委會派遣工有2855人 高居第一名 第二名經濟部也有2757人 至於勞委會則是1829人 中央機關加一加派遣員工超過一萬人 其中任職超過三年者高達四成 超過五年的也有兩成 真是人事精簡 不得不這樣做嗎 監院調查還發現 派遣工負責的可是公家機關 核心業務 明顯違法 中央機關再不改善 但最後倒霉的還是基層勞工 連帶新聞李文斌張清俊 台北報導